人类文明肯定不会一直局限在地球上 想要朝着太空发展需要大量能源 而戴森球项目就是一个开发能源的绝佳选择 弗里曼·戴森是理论科学界一位十分著名的人物 戴森球的概念就是以他的名字进行命名的 戴森球是一种理想中的球体 是指高等文明为了获得更多的资源 围绕他们的母恒星建造一个巨大的球形能量收集器 戴森球是一项十分巨大的工程 耗费的材料难以估计 想完成这一壮举 人类的科技还差很远呢 但是戴森树就不一样了 戴森树也是弗里曼·戴森提出的一种假想基因工程植物 能够在彗星中甚至是真空环境下生存 这种植物可以以彗星上的物质为营养 以光合作用为主 从而释放出氧气 为人类提供一个可以居住的环境 戴森树曾经被誉为人类通往其他行星的希望 科学家初步设想 将戴森树种植在一些含有冰的彗星上面 戴森树可以利用彗星中的水和碳生长 然后产生温室效应 大部分戴森树设想中都包含着一个中央树干结构 人类会居住在一种类似壳状的结构中 虽然戴森树听起来还是有点科幻 但是它的实现难度要比戴森球小很多 我们只需要编辑植物的基因就行 现在国际空间站已经成功种植了各种植物和蔬菜 2020年11月 国际空间站成功收获了20个萝卜 而中国的嫦娥4号卫星 更是将种子带到了月球表面 这项工程包括马铃薯种子 以南界种子 油菜籽 一些微生物和果蝇卵等等 未来的月球可能会成为一个蔬菜基地 虽然目前我们还无法真正的实现戴森树计划 但是我们已经坚定的迈出了第一步 众所周知 科医博代拥有太阳系最多的彗星和小行星 我们可以将种子发射到那里试验一下 最近100年 正是人类航空航天技术飞速发展的时期 上九天揽月 下五阳捉鳖等神话故事 全都成了现实 人类本身的环境适应能力很弱 想要征服太空 首先要改造环境 好了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下期我们会带来更加有意思的视频